在刚刚结束的一场常规赛当中,胡仁坐着主场迎战火箭,本场比赛双方开展了对空大战,比赛在第四节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插曲,双方爆发了大规模群殴。 这次插曲过后,龙多、保罗、应格拉姆被罚下,最终火箭伊克哈登的出色帮回拿下了比赛,最终比分为124比115,且分大胜第一个利好,外线找到了手感,上场比赛火箭全场手感全无,哈登得分没有过20分,今天哈登早早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, 火箭外线三分在保罗与哈登的带领下早早找到了手感,第二个利好,卡佩拉的状态,上场比赛卡佩拉被罗梅哥玩爆,本场比赛卡佩拉篮下的赤银以及鞋床都非常的味,今天这场比赛可以看出火箭除了卡佩拉以外,保罗、哈登等人都找到了自己的状态,坏消息是火箭的外线防守依然堪忧,今天忽然很多简单的空前, 就直接杀入到篮下,不是说火箭的内线防守不好,只能说外线给的压力不够,在阿里加离开后火箭的防守下降了一个当次,丢了太多的分,赛后被驱逐的保罗表示, 今天的比赛我们遭受了太多的不公平待遇,下次来到火箭主场我们将痛击对手,这句话也引起了热议。